今天是11月4號,是我第四天 整趟旅程第四天 現在7點吧 8點會有司機師傅會來接我 因為我室友都在睡覺 所以我把我的行李全部拿到外面整理 要去雅丁了 好期待 我們一起等到8點吧 拜拜 我現在到香格 因為我原本住的地方跟景區售票中心還差了兩三公里 所以我剛問剛剛那個帶我來包車師傅 問他說這邊房價大概多少錢 然後他帶我來了一家算是民宿吧 這樣我給大家看 超級大 兩個蟲獨立衛浴還有鏡子 價120塊人民幣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 感覺他們不像是騙人的 也有鑰匙什麼的 不管了就住吧 因為售票中心就在那邊 我等一下整理整理就要去出發了 既來之什麼之類的安之吧 看有什麼 再說吧 現在出來啦 要走了要走了要進去 要進景區啦 終於要來了 天氣超好 景區售票中心 出發囉 傳說中的電影場景 準備來瞧瞧 Let's go 去景區之前 先走一段樓梯 買到票了 Go 好我不要太興奮 等一下 寄船 好讚喔 剛剛那個沿路 太屌了 全部都是金黃色的 太扯了 我現在大概中午 快十二點 我現在超興奮的 這裡真的 我現在要去鮮奶日 來這裡雅丁 他的重點就是三座神山 我剛剛在車上看到的那一個 是鮮奶日 六千多公尺吧 本身就超高就對了 哇這裡好漂亮喔 我真的 哇 這一切都太夢幻了 我先讓我拍子當照吧 我剛剛真的太興奮了 我剛剛真的太興奮了 全部都是徒步 雖然現在 這個景色就在這裡 但畢竟 這裡海拔還是挺高的 所以 我先喘一下 我剛剛太興奮了 我的腳下 就是瀑布 哇 太美了 哇這真的太美了 哇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所 我所見到的這一切 因為這實在是 太難得了 哇你看這兩邊 哇 這邊 那邊 喔 我好感動喔 真的太美了 它一整片是金色的 真的是跟童話世界沒兩樣 哇 哇 Oh my God 沖谷草原 這是另外一座神山 夏諾多吉斯山霧主雪山的東風 最高海拔為五九五八八十 仗余為金剛守菩薩 在佛教中是除安暴民的神器 而春谷草原是觀賞夏諾多吉的最佳移 好累 現在離珍珠海 大概走快一半了 好喘喔 去珍珠海的路上 它都有修這種站道 所以其實不會難走 還蠻好走的 難就難在 你走 像這樣 走一段樓梯 你就要停下來喘一下 你有看到那個嗎 鮮奶日 超大 走走走 快到了快到了 真的好喘 比我想像中 難多了 Oh my God 走一下 就要休息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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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700公尺 過了 過了老天 你們知道什麼叫君臨天下的感覺嗎 就像這樣 好大 Oh my God 最後相機拍 可能拍不出來 實際看真的 Oh my God 超級無敵 霹靂巨大 雪山 看我一關死 我跟螞蟻沒什麼兩樣 到了 珍珠海 珍珠海 好漂亮 是那種綠竹木的顏色 看到了嗎 好漂亮喔 然後那邊就是 哇 好像綠寶石耶 有一種 前面的辛苦 都值得了 好扯喔 哇 這太 太amazing了吧 很乾淨的水 然後 是這種綠竹木的那種 寶石的顏色 哇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怎麼形容 好感動啊 沒有 我不敢相信耶 哇 哇 可以告訴我這是童話世界 我一定相信 哇 哇 先來日是雅丁景區三神山之首 也是四川第五大山峰 還拔6032公尺 是山戶祖雪山的北峰 葬禹一位觀世音路上 鑿馬拉鑿 海拔4100公尺 我現在在4100公尺 傳說為鮮奶日神山前 綠竹母記魂魂魂 擁有不可思議的法力 哇 我管它有什麼法力 有什麼魔法 有什麼任何東西 我都信了 因為 太夢幻了 真的 一定要來 一定要親眼看到 我現在要去 吹最天然的冷氣 因為它這個 珍珠海啊 整個繞一圈都有 步道 它可以走到 離千南日最近的地方 我現在就已經感受到 那個山的風 那個雪的那個冷氣 那個寒氣一直往我這邊吹 爽 我現在離它越來越近了 給你們看 超級近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據說 它上面都有經文 像這邊風在這邊吹 吹著這些 經文 像這樣飄一下 就好像讀過一遍了 這樣子吹著吹著 飄著飄著 就一直讀 一直讀 一直讀 我覺得這是 很有特色的一個文化 非常的有遺憾 哇 來了來了 哇 他們在拍照 我很想大聲喊 但是現在是高原的地方 我只能空汗 我真的很高興 我到了 好 看完了 差不多 該回城了 兩點多了 現在回去下山 差不多三點多 因為我今天還要回香格里拉城 我今天不住雅丁村 所以要早點下山 我剛走著走著 我又看到 非常酷的 它原本應該是河流 然後結冰 然後再 碎裂 謝謝 因為明天 是七點進景區 所以我明天會去 走長線 今天這是短線 短線 就是珍珠海 然後現在短線 還要再去一個地方 叫沖谷市 我現在等一下 沿路下去的地方 就會遇到了 到了 剛剛有點路面顛簸 就在那 沖谷市又被譽為天堂之門 是通往三座神山中的必經之路 據說西爾頓笔下消失的地平線 中美麗的藍月谷原形 正式在形容著 補充糧食 手套都戴起來了 我剛剛 不是說要走了嗎 但是因為 那個下諾多吉 拍著拍著 要六點了 要去搭最後一班車了 明天再來拍 明天走完長線結束的時候 再來這裡 拍下諾多吉了 日照金山 就這樣 漢堡王 救星 我今天一整天 只吃了巧克力 還有水 不管了 先買漢堡王吧 走 好貴 不愧是山上 一個漢堡單點要 40塊 39 40塊 40塊台幣大概多少 快200吧 沒辦法 沒辦法 太多了真的太餓了 我剛剛原本想走出去了 但是 受不了 我有走進來 不管了 先吃吧 這才是食物啊 這才是食物啊 好好吃喔 我要繼續吃了 完食 完全吃不夠 等一下再去邊商店了 夠 這還是超餓 走走走 關店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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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小時後 繼續煮畫面吃 嘿 洗完澡了 今天住得不錯吧 這應該是我 對他們以前住最好的一次 非常滿意 空間又大又乾淨 重點是 離景區又近 明天 七點應該可以很準時出發 等一下喔 我放音樂 我忘記我在放音樂了 今天 是非常 收穫非常多的一天 見到了很多 可能我這輩子 從來沒見過的東西 沒有 不是可能 就是我這輩子從來沒見過的東西 也算是 圓了我自己一個 內心的夢想 就是 我就想看這些 高大無比的 雪山 因為畢竟在台灣看不到嘛 台灣也去過 雪山 去過 玉山 都有爬過 但 就是少了那麼一點感覺 就是 沒有 沒有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我相信 我相信你們今天看到 那些畫面 應該也可以明白 就是 還是有差啦 然後明天 要出發去長線 要走長線 長線 目標就是到牛奶海跟五色海 海拔大概在4千7 4千5吧 然後我自己還要去 一個拍攝點 就是一次可以拍到 兩個湖的拍攝點 大概再高一些 4千8 4千9左右吧 希望可以順利抵達 反正就 盡力吧 能爬到就爬 能爬不到就 盡量努力 因為 其實真的很想去 明天去的那個地方也是 這趟旅程 海拔最高的一個地方 撐過明天 就大圓滿了 對 就是這樣 好差不多休息 要準備睡覺了 晚安